有一天梦里 我坐在一辆游软车上 开心吃着我刚买来的猪血糕 吃到一般不然手残掉两块在桌子上 身旁忽然出现一位阿婆 说时迟那时快 手刀看着我刚落下的猪血糕 虽然现实中我不太喜欢与人发生冲突 但连在梦里而将欺负我也太过分了吧 于是我对着阿婆大喊 诶 你怎么随便拿人家东西啊 有没有礼貌啊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懂不懂我尽脑尊贤啊 那是我排队半小时才瞒到猪血糕诶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猪血糕的感受吗 话一讲完 发现阿婆已经站在车门外 诶不是你什么时候下车的啊 阿婆转头看着我 命指着她身旁的一个小孩子 我心想 这应该是她孙子吧 阿婆很用力的说了一句 她还小 我想说 嗯不是吧 她还小跟我的猪血糕有什么关系呢 阿婆身旁的小孩发出了一个声音 哇腰 原来是这样啊 小孩肚子饿了 就可以随便拿人家东西吃吗 而且阿婆一脸理直气壮的表情 脸皮应该比圣诞老人的脚皮还厚 正当我想继续质疑阿婆的时候 阿婆与孙子持续说着 她还小 我腰 她还小 我腰 她还小 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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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瞬间 下车老跑 脸皮厚比酒淘宝卡高 一秒就夹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